民進黨政府說20萬設宅要蓋 結果呢跳票的耐清的說房價正在降 所以這也引起了對寄住正義大家的不滿 所以明天大家會騎上海盜 我個人在整個住宅寄住正義的過程當中 特別提出我們希望租房子大家租得起 租金能夠實價登陸以及房資支出 能夠作為累積扣除額的上限 不然租得起我們會拼色財用多元的方式 讓色財的量不斷的大幅提升 也要房子炒作不斷產所得要漲價歸東 更重要的我們要挺青年 讓一英的青年可以優先入住 以及我們希望能夠優先入住的方式 更採多元化 像年輕朋友如果能留住以外 我們後製以外最重要的有些重簽者 這個老師重簽率因為低 所以有落簽者 我們希望能夠未來在落簽者的機率上 能如何去彌補 讓大家都有機會做到社會制裁 所以這些社會制裁在今天我臉書 大約有初步的發表 那是凱道被視為柯文哲的主場 那會不會擔心 那明天凱道的話 也有許多小型都會出席 那市長明天會跟柯文哲 會有互動嗎 我跟柯文哲市長本來就是認識的朋友 所以我跟柯市長互動會非常的自然 大家彼此見面 如果有機會碰盪就會非常打個招呼 我們大家一起來面對7月16號 司法改革居住正義的議題 大家一起讓沒有辦法做到的民進黨 能夠下降 那會不會在之前有包作公的爭議 所以讓這個柯文哲的支持者 質疑參加活動的正當性 選舉的奧波又來了 不但是這次熱患人潮 更重要的我在監察院的財產申報 一切合法大家都可以去檢驗 市長本廣播的時候有講到說 這個民調還沒有衝起來的原因 有一部分是不是因為這徵招有點晚 然後在廣播上說到 在這一次我們的團隊 已經不斷的越來越凝聚所有的力量 我們都會凝聚更多的支持者 團結一心一起往前走 韓國台銘還有韓國娛樂整個狀況怎麼樣 韓國台銘還有韓國娛樂整個狀況 我們都是認識的老朋友了 其實我們面對只有一個信念 大家團結在一起 為中華民國努力 讓這個沒有能力做事的民進黨政府 一起下架 市長又圓安市府第一時間 市長又圓安市府第一時間 市長又圓安市府第一時間切割 你怎麼看 市長又圓安市府第一時間切割 哎呀又來了 又多了一位造謠者人們 父子不能互照這樣子 這也厲害 好啊